今晚這個慈善酬虎晚宴 一共有六道菜 為了令難度升級 我們特地安排不同食材 加插在他們主理的菜式中 想只要用甚麼食材烹調 就由你們親自揭中吧 現在知道自己要拿甚麼食材 當然要放在餐廳 大家親自去不同地方搜羅回來 第一個任務 就是由最高難度的彩蠔開始 我之前還沒採過蠔 這次是第一次 以前去過一些攤上去收拾蠔 這次彩蠔原來如此有難度 這樣拿起來其實是很重的 好,我們就拿這些新鮮的食材煮吧 我想我這麼大,一個人第一次下天 你看,坐下去也沒想到這麼難 有了… 這是紫番薯,應該很甜 優質的車尼茄 首先要看看它的顏色 其實車尼茄有分紅色、橙色和黃色 如果車尼茄是軟軟的,就為之最好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西蘭花 讓我嘗試割這個 真的嗎 在彎那邊 對 記住,是在彎那邊 原來這樣比較容易 我真的覺得很容易 平時在超市、超市 你看到就這樣放在這裡 隨手就拿 對我們這些可能在城市長大的小朋友 都好像很容易得到的事 但經歷了這個…可以去自己摘 其實就知道這些東西都得來不易 真的有點緊張 因為我看過雞 但沒看過這麼多隻雞看著我 而且牠們伸出來 我之前也上網做過研究 就是說雞蛋最好 殼的殼就不要破壞 我就試試拿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被牠刺 我們終於收集了所有食材 但也不能停 要馬上回廚房,準備開爐 現在就是上第一道菜 這道菜叫南文芝士焗蠔 帶子魚子醬,蝦咖啡 因為今天的程序比較複雜 所以我請了Nicole來幫忙 你之前有試過開蠔嗎 我其實有,不過已經20多年前了 我喜歡吃多些芝士 所以我會買多一點 三、兩下散手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挺容易 魚子醬也是我們喜歡吃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很有私心 我們做的頭盤就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的菜 我們有西班牙紅蝦配甜番薯脆片 今天我請了Nicole 你的營養和我一起煮這道菜 你有一個廚神老公 你應該煮得很厲害 對,所以我負責吃 我已經很餓了 香噴噴 我親手的番薯 又要把它變成番薯蓉 然後又要烘焙 才可以變成這麼薄、這麼脆的一張 薯蓉,當是薯蓉吃的 當是薯蓉吃的 這裡就是曼哈頓周打蜆湯 我們用蜆湯加茄汁一起組成 我今天會跟Karony和Maisy一起做這個湯 我平時很喜歡煮食 不過我很少煮湯 今天也很有信心 因為我前陣子經常煮食 不如我們下之前煮的麵包吧 好像全都開了,應該熟了 我覺得我們挺好 分工合作,很快便完成了 謝謝 很好喝 可以煮汁嗎 我今天煮的主菜是烤焗龍蝦拌西蘭花 今天我負責煮主菜 幸好有袋袋幫我 你別這麼說,因為我也想出一分力 你應該沒做過 我因為有煮食,所以這個套餐 我真的很好 你喜歡吃芝士嗎 其實我不吃 你喜歡嗎 很滑 你這樣說嗎?對不起,我多買一點 還有這個西蘭花是我在農場摘的 我們剛煮完,可以用來做半碟 很好吃…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另一個主菜 芝莉露魚半茄子 由於我煮的關係不太好 我找了我的美女好朋友 Fiona一起煮食 如果我自己不敢進廚房 可以的 其實我覺得好像煮的不太難 那你試試吧 好 對 是嗎?不是在農 你好,這是Telamishu 就是剛才我跟Grace一起煮的 我今天負責做Telamishu 我當然請最甜蜜的Grace跟我一起煮 你這麼會說話 還沒煮,還沒吃就覺得很好吃 很好吃,所以… 馬上放一盒子 馬上嘗 其實我本身真的很喜歡煮甜品 我通常喜歡煮西式的甜品 可能是蛋糕或曲奇 這是我從農場新鮮拿回來的蛋糕 對 那就是名副的Farm to Table 那就完成了 乾杯… 乾杯… 很美味 我已經馬上吃了 這個真的很好吃 各位,相信你們也有好好享受 今晚的晚宴,對嗎 對… 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去感謝我們的參賽者 或我們準備的菜式 謝謝…